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这节课需要的一个目标 目标的话 首先是一个一个赛文件 这种的话在公司公司 公司中的话是非常常见的 尤其常见于那一些文员 文员的话一般都是妹子 对吧 其实这一个课题的话 我今天这个课题就是 同时用passion将一个sell转换为pdf了 帮助女朋友贴心下班 而我在土逼的坐标 这一个 现实生活中往往就这么戏剧化 有些人工作的话他速度很快 但是有些人没有掌握正确的方法 只能吭哧吭哧的一个一个的去弄 像我们这一个就是一样 我们这一个的话就是目标的话 我们就是利用passion读取这一些数据 然后快速的把它生成一个 pdf文件 那么我们这里主要会涉及到几步啊 第一步的话呢 是读取一个sell 对吧 第二步我们再次操作这一个pdf 因为我们要用passion 给它生成pdf 所以我们先来做第一步 第一步的话 我们要去读取这一个excel文件 一个sell文件的话 就在我本地这里 对吧 那么我去读取一个sell文件 讨论区里面有同学有用过一些东西吗 用过一些工具没有 比如说你们用过什么工具去读取这一个excel的 这里 读取一个passion操作一个sell 有那几种方式 说一下你们的一个境界 没人知道吗 刚刚不是敲好的人挺多的吗 难道你们都是假的基础吗 这里 尴尬了是吧 这个地方基础没有学杀实了 没学杀实了 那么这里我们就 啊 尽量的少问你们这些问题吧 其实我觉得这些互动的话 啊 你有没有学会的话 其实问一下就知道 啊 视觉扫描 像 像这种学习过程中的话 可能就是OCR嘛OCR使图 但是不行啊 那个OCR 不能读取它的一个格式 我们操作一个sell的话 一个sell会有自己的一个格式 passion里面有好几个库 这里我们就直接导入openpyxl 这里的话 还是有同学会的吗 还是有同学会的 看到没有 这里我们就导入openpyxl 啊 导入这一个库 其实除了这一个库的话 也有其他的库 这一种的话 就是我们passion里面的一些工具 工具 其实工具的话 有操作 我们的一个excel的 对吧 其实还有pdf的 我们等一下会用到 还有我们的一个word的 还有其他的等等等等 反正只有啊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他做不到的一个东西 这里我们就随便挑一个openpyxl 然后我们要用这一个库 把这个文件给他读取出来 像这个地方又尴尬了 对吧 我你个库都不知道 你怎么让我去读取啊 那么如果你不会读取 你会不会百度 其实版图上面也会有很多方法 你直接搜一下openpyxl 啊 然后在后面加一个读取 excel文件 啊 那么这里你就能直接收到一些资料啊 当然这个资料的话 不保证你能运行啊 不保证你能绝对运行 尤其是在你没基础的一个情况下 啊 我是有基础的 所以我稍微看一下就好了 我只要去读取一些一个上文件就行了 对吧 你往下翻的话 下面就会找到我们的一个workbook 点落的啊 这个地方的话 啊 算了吧 这个这个文件写的乱七八糟的 我们还是去看他的官方文档 官方文档这里的话 我们去看一下他的官方手册 啊 官方手册网络有点卡 怎么怎么回事 网络有点卡 那么我们就直接来讲 好吧 啊 找到了这个地方官方手册 啊 官方手册下面就直接有我们这些方法 对吧 这上面的话只是一个创建的 其实我们并不要的是一个创建的 啊 我们要操作的话是他的一个文件 所以我是我们这里去导入一个 就我首先的话要去加载一个文件 加载 啊 加载一个本地文件的话 我们这里用的是一个open py xl 点上一个漏的啊 漏的workbook 然后我们加上这一个名字就好了 把这个名字给他复制一下 然后给他复制过来 就是这一个名字 这里我们就得到一个workbook的啊 一个工作铺 对吧 一个工作铺 啊 然后这个工作铺里面 我们要去操作的是什么 我操作的并不是这一个一个sell 啊 我这个一个一个sell的话 其实打开就是我现在这一个 我要的是什么 我要的是把这里面的一个数据 最终转换成我们这一个pdf 所以我就要去读取一个sell里面的一个数据啊 那么在这里读取过程中 我们是不是首先要读到下面这一张表 表 因为这里会有很多张表 对吧啊 那么我先把这一张表给他读取得到 表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给个shate1 shate1 直接等于我们的一个workbook 啊 然后workbook里面跟我们的一个中括号 注意中括号里面跟上我们这一张表的名字 那么我就可以拿到这一张表 啊 这个地方是一个做 是不串的这个地方 拿到这一张表 然后我们把这一张表给他打印 看一下好吧 我们这个地方直接print我们的这一个 啊shateshate1 然后我们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这个地方运行一下 啊 运行一下之后 我们应该就能得到这一张表了 这个地方就得到我们的一个工作表 然后我想要的并不是工作表 我想要的是表里面的一些数据啊 那么这一些数据我是不是要把它给读取出来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去运行一下 我们可以先打印一下啊 比如说我先打印一下这张表 看他有哪一些内容 我打印他的一个行吧 他所有的一个行 啊 那么我看一下他总共有多少行 那么除了行行之外的话 我还要把他的列给他编辑出来 对吧 啊 那么我最终的要 画要获取他的行 这里的话是他所有的行啊 那么这一个行我可以把它给便利一下 然后把它给 啊 便利出来 所以我直接for他的一个raw 印他的一个raws 然后把他的一个行给他打印看一下吧 print我们的一个raw 啊 这里面的一个行的话 看到没有 这里就是我们的一个cell 对吧 啊 但是这一个cell有一点点问题啊 因为他打印的是我们一个一个的单元格啊 这个单元格不是我想要的 我想要的是单元格里面的一个内容 对吧 那么我直接啊 直接这里的话 你看他是个圆祖 对吧 那么我直接for他的一个列 我把它的一个conor forconor 啊 for col 印我的一个raw raw里面 然后把它的一个列给他打印 然后给他打印出来 啊 然后我打印的 其实想要他的是他的一个值 并不想要他的这一个单元格啊 所以我把它的一个值给他打印看一下 这里我们看一下 这个top 啊 这个地方是一个col 写错了 写错了 改正一下就好了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就直接得到了 对吧 但是得到的这一个内容没有经过处理 所以会有一些问题 啊 那么这一个问题 我们来尝试解决一下 好吧 像这里第一行的话 他所有的都是一个空 对吧 啊 那么第二行他所有的也是空啊 这里我就想能不能能不能像这样把它给打印出来 我们这样看起来就会更加舒服一些 对吧 啊 我们打印的这个地方 看他第一行的话 第一行他所有的都是空 所有的都是空 就是因为我们这里最上面这个地方 他所有的都是一个空 啊 第二行的话 我们打印的就是一个经销商 对吧 然后再是所有的都是一个空 啊 第二行的话 就是我们这一行 所以这个地方打印是没有问题的 啊 那么我们来处理一下吧 啊 这里面 我们打印的时候就不给他换行了 这个地方 我们给他一个注意给他的一个按的 等于一个杠梯 这个地方 我们给一个杠梯 然后最终的话 后面我们给他换好 这样的话 让他 他看起来更加好看一些 我们也能去找到他的一个 啊 正确的一个效果 像这样的话 我们打印出来 就是这样的一个标准格式啊 是这一张表 然后第一行 第二行 第三行 第四行 第五行 啊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会有一个问题 就这里面 我们去处理的时候 并不是所有的数据都会用 对吧 啊 比如说这个让我们就不要了 然后第一行的一个让我们都不要 对吧 啊 那么我们第一行想想一想 第一行 就是第一个 我们不不需要 那么在他的一个行里面 这个行里面 我们应该是 啊 第一个 我们不需要 对吧 那么我们从第一个开始 往后面去切 所以把这个让给他去掉 啊 我 我等一下的话 要把它转换为pdf 那么那些空的数据 我肯定不能要 所以第一个 我们把他给去掉了 啊 那么后面这几个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 后面这几个 我们最终要保留的话 看一下 保留的话 就是这几个经销商 经 啊 经销商代码 经销商名称 陈增 陈增 就是金额以及余额 还有我们客户的一个签字 对吧 那么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都把它给提取出来了 比如说这些 啊 这些数字啊 这些什么金额啊 然后这些内容 我们全部给他提取出来了 对吧 啊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 第一行也不要吧 第一行这个地方也不需要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也不需要的话 那么 最前面这个rosros里面的话 我们应该第一行不需要 第一行不需要 这个地方 我强制给他转成一个列表吧 啊 转成一个列表 然后也从第二行往后面去切 从第二行往后面去切 第一行往后面去切 这样的话 我们把最前面的这一行也可以给他去掉了 啊 去掉了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就得到得到的是这一个有用的一个数据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是关于我们第一部分的一个内容吧 啊 关于这里没有问题 敲个1给我看一下 好吗 这个地方有问题 可以问一下 都是一些基础的指示 这个地方 或者有什么 有听不懂 懵懵懵懂懂的同学没有 有这样的同学 敲个2给我看一下 好吗 有没有听不懂的同学 有没有听不懂的同学 或者是懵懵懵懂懂的同学 怎么 实际承承承承承这个氛围 有没有 你们就不觉得很神奇吗 这个东西 觉得这个东西神不神奇 这个啊 就原原本我们操作一个三二是怎么操作的 只能打开一个这样的界面 对吧 然后去操作里面的一个数据 啊 然后只能复制粘贴 复制粘贴 然后复制过去 然后一个一个手动的去擀啊 但是我们现在就写的这么短短的1234567 7号代码 我们就能用passen读取到里面的一个数据了啊 读取到之后 我们就能像passen的那些简单的一个数据一样一样去处理它 我们可以把它生成pdf 生成excel 或者是生成其他你想要的文件 甚至把它存储到数据库 这个啊 这里面的话 我们就继续往下吧 然后这个地方 然后这里我们看一下 嗯 算了吧 继续讲吧 这个地方 啊 我们提取到这一个内容之后的话 我们要去把它转换成pdf了 那么这第一步的话 我们数据就转换完毕了 啊 那么我怎么把这一个内容转化为pdf 那么我们就要用到一个新的东西了 叫做pdf kid 啊 pdfkid的话 它有好几个方法 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我们是这个内容 怎么加群圆已经满了 啊 加近期老师 我们本节课的一个录播 以及我们本节课的那一个软件的话 都是找近期老师要 然后这里我们看一下吧 啊 就我怎么制作一个pdf 我得到了数据 对吧 然后我要把这个数据给它转换成pdf 啊 我们所用的一个方法的话是pdfkid 它直接能将html 就是转换成我们的一个文档 然后制作pdf的话 它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的话是for from url 就是把网页转换成那种 啊 第二个的话是把html转换成我们的一个 啊 数据 第三个的话我们是把字符串 转换成它的一个pdf文件 这里的话 我们使用第二个 啊 因为我们要去制作一个表格 所以我们也只能使用第二个 这里的话 就会需要我们 生成一个html的一个文件 那么这个html文件 我怎么去生成啊 在这里 我们来处理一下吧 首先的话 我们来写一个表格的html 然后我们才能用代码把它转换成pdf啊 那么在这里 我们来一下吧 这个地方 我们随便来一个随便来一个 内容啊 这个地方 我把这些内容全部删除 好吧 全部删除 那么我们在这里去 首先的话 我们去生成一个啊 生成一个html的一个内容 我们这个地方给一个h5 这个地方 我们给一个h5 他生成一下 对方是一个 好了 我们就是这一个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网页的一个模板啊 然后这个网页的模板 我们并不行 我们生成的这一个表格里面应该是像这一个一样 就是我们有这一个表格之后 我们才能去生成对吧 也就是上面这一部分表格 那么我要把这个pdf给他处理一下 处理成我们这个样子的 啊 如果你不会的话 你也可以去网上去搜一下 就是网上啊 是有很多资料 只是你们不清楚怎么把它给总结起来 这里的话 我就直接去搜了 就是我们的一个 啊 html 表格 表格 html 表格 然后我们把这个东西给他复制一下吧 复制一个表格 所以我们随便在这里复制一个表格 然后把它丢到这里面来 啊 丢到这里面来之后 我们可以在网页中给他打印看 打开看一下 然后这里就会出现我们一个表格 对吧 啊 那么这一个表格的话 我们等一下肯定不能去打印这一个表格 因为我想要的是这个样子的 对吧 这个表格也会比较的大 它的数量会比较的多 啊 比如说 第一个的话 第一个它的一个表格是一个内容 对吧 然后我们第二个的话 它是有123566个 第三个也是六个元素 对吧 啊 只不过这六个里面的话 填充的是我们这些字符 所以我们先来处理三个吧 首先我们这个TR的话 它应该是有三行的 所以我们给他复制一下啊 然后第一行的话 第一行对应的应该是这一个经销商的一个目标 把这个经销商的目标 给他复制一下 在这里面 啊 那么下面的 我们就不需要了 然后里面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经销商的一个代码 这个地方 给他复制一下 经销商的代码 啊 然后再说 我们的一个经销商的名称 然后我们再给他复制一下 啊 乘车数量 乘车金额 商品金额 还有一个客户签字 这里的话 我们就啊 这一页就好了 然后我们下面还有一页 对吧 但是这些数据 注意一下 这些数据 等一下 我们是用pass 啊 就是去pass的这一个代码里面 把这个数据给他填东填充到这一个 里面去 对吧 那么我现在的话就给给空的 好吧 我这个地方就直接给他啊 给他占六个位就好了 因为我等一下再来填 比如说我第一个的话填的是什么 我等一下我来看一下 第一个的话 我填的填充的是一个论 对吧 第一个我填充的是一个 啊 第一个是经销商代码 我就给一个code吧 这个地方 我们就给一个code 对 我们就给一个code吧 这个地方 我们就给一个code 然后 啊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第一个给一个code 第二个的话 我们给一个论是名字 第三个 我们是给一个数量 我们给个number 这个地方 我们等一下把它替换一下就好了 第三个 一个number 第四个的话 我们去给一个money 第五个 我们去给一个 第五个的话是一个签字 对吧 签字的话 我给一个 这个地方是一个total 我看一下商品金额 啊 一个是数量乘车金额 商品金额 money 这个地方是一个total吧 这个地方是一个money 上面是一个total 啊 最后的话是一个经销商确认签字 对吧 确认签字的话 我们就不需要了 不需要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啊 那么这个的话 我们就有了 对吧 那么最上面这个经销商的一个代码 我看一下这个地方 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的 123 这个地方没有问题 我们看一下 一个是 经销商预算 经销商代码 这个 哦 这个地方 我们有一个问题 因为这一个表格的话 我们布局是有没有一个问题 但是第1个 第1个的话 我们表格是不是 它是一个跨行的 就是第1个的话 它应该是一个跨行的 然后我们下面的话 才是一列一列的一个东西 对吧 那么这里 我们需要去写一个东西 就是这一个表格 它是一个跨行的 啊 那么在这里 我们需要去加一个属性 它的一个属性的话 说我们的一个 啊是要是我们的一个是要是笨 啊 这个地方 他没有提示 这个地方没有提示 我们就直接去敲了 是要是笨 要是 r 音节 啊是要是笨子等于我们的一个六行 这个地方 我们给他横跨六行才行 横跨六行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跨行吧 这个地方表格跨行跨列 说一下吧 表格跨行 然后 画列 这个地方是我们列 第一列 第二列 第三列 啊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去加一个参数 它这一个colspan colspan 这个地方 我们给他复制一下 那么给他复制过来 这个地方colspan的话 我们是等于一个六个 六个的一个内容 然后重新再来看一下 啊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经销商的一个乘车数量就没有问题了 对吧 那么这一个内容的话 我们勉强 是完成了啊 但是还是有差距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一个cell 我们还是有差距的 最终的话 我们转换的时候应该是这么大对吧 然后他里面的一个内容是这样的啊 有没有同学告诉我这个地方哪哪些地方我还需要去调整才能打印出这一个pdf 有同学能看出来吗 啊 这种简单的问题能看出来什么 50多位同学 不会不会连一个都没有吧 就是我们这两个东西的一个差距 啊 对这个地方是一个他的一个居中 对吧 我们这个地方必须要给他居中 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 还有没有 设置列宽 对 列宽 我们也要去设置 对吧 他的一个行宽列宽也要去设置 这是第二个 还有没有宽度 对 行宽列宽 还有没有 合并合并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也有 对 还有一个是字体发现没有 这个是一个黑色的 下面这一个内容是一个加粗的一个东西 对吧 这个地方是一个加粗的 但是我们这个承销数量 经销商的话 其实也可以给他加粗 但是这个不加粗也没有问题 其中的话都是需要的 啊 那么这一个我们统一给他设置一下 好吧 统一给他设置一下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来了 啊 那么这个的话 我们首先 首先的话 我们要去写他的一个样式吧 这个地方 样式的话 在前端里面属于一个style的一个内容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style给他写一下 啊 那么我们要去改的一个内容是叫做table的一个东西 我们要去改他的一个样式 我们这个地方来了 啊 首先这个bottom的话 它是一个out这个地方是没有问题的啊 然后对齐方式是我们的一个alogen alogen我们等于一个center最深 center center这个的话是一个居中的一个意思啊 然后他的一个边框的话 其实边框我们可以给可以不给啊 它的一个边框应该是一个1对吧 那么这个的话 我们就不去管他吧 这个地方我们不去管他 这个地方边框线的话 我们可以去设置他边框大小 这里我们就不给了吧 啊 然后我们下面继续来 上面这一个的话 应该是我们的一个tattle tattle这个字体的话 我们应该要给他加出一下啊 那么我统一把他的一个字体全部加出一下吧 这个地方我就给一个最是他的一个font size 啊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一个font size 那么font size我们全部给他一个22px 啊 然后还有给他的一个字体的大小是我们的一个font white font white就是字体啊 字体的一个大小 我们给他一个blooden吧 就是他的一个加粗的一个内容啊 然后给他整个表格我们要 也要去调整一下大小 因为这个表格 比我们这个表格的话 其实是小了一些的啊 那么我去调整他的一个宽度 宽度的话是我们的一个位置 啊 位置 啊 位置的话 我们去给他一个850吧 850px px 然后我们重新再来看一下 重新再来看一下 点击一下 这样的话就没有问题了 对吧 这么大 啊 但是上面这两个的话 如果我不想加粗 我必须要指定下面这一行才能进行加粗啊 那么上面这两行的话 这个需要进行对齐 这个需要居中对齐 那么我们这里面也给他一个a login center 在这个dr里面 在这个td里面吧 这个 td里面 我们给他一个内容 这个我们给他重新再来一遍 好了 这样就居中了 那么居中之后有一个问题 上面这两行的话 我不想让他加粗 我只想让下面这一行给他加粗的话 啊 那么我在这里给他加一个class吧 等于他的一个 b吧 blood的一个b lod blood 啊 那么我在上面的话给他改一下 这个地方我们就不改整个 table我们就不给他字体加粗了 这个地方我们 给他刚刚的一个点上 点上我们的一个blood 然后我们给他 下面的一个内容再给他加粗 上面的话 我们就不给他加粗 啊 这样的话 我们重新刷新一下 这样经销商的话 这个内容就 啊 宽度的话 我们应该是设置表格的一个内容 加粗的话 我们只给了一个就好了 等一下 这个地方我们重新给他运行一下 这个地方我们给他打开一下 重新打开 啊 这样的话 上面两行就不加粗了 对吧 只有我们下面这一行给他加粗了 啊 边框线的话 我们其实 啊 这个地方你可以改啊 边框线有很多种样式 这里 你可以改成一个虚拟线的 或者是一个solid的 实现的啊 这个地方都可以改 但我这个地方就不去改了吧 因为也没必要了 这个地方和我们一个塞里面是一样的一个效果 啊 所以我们就不去给他添加了吧 这个地方 我们就给这一个边框线吧 啊 那么这样的话 我算是完成了吧 这一个页面 我算是完成了 接下来我要做的一件事情 我要去把 把这个code给他替换 然后那给他替换 然后把这些数据 我全部给他替换成这里面的这个数据 对吧 啊 也就是说下面我们这里提取出来的这一个数据啊 所以在替换之前 我们先来做一件事情吧 我就是把刚刚那一个表给他变成一个pdf文件 那么这样 我们看先能能不能行 能行的话 我们再用 不行的话 我们再来换 啊 那么我们首先来啊 首先的话 我们要要去进行转换 我们需要去导入一个pdf kit的一个那种 import我们的一个pdf kit啊 这个地方没有安装的话 我提前去安装一下这个地方 我们pap install install pdf kit 好的 这里我们给他安装一下 注意安装完之后 我们才能进行一个导入 这个地方 我们直接给一个pdf kit 啊 那么导入这一个内容之后 我们要去进行一个转换 转换的方式的话 也比较简单 只不过 我们需要先去配置一个东西 首先的话 我们要去配置一下 这一个就是我们pdf 利用哪一个东西去进行转换 啊 这个的话 我们首先需要去安装一个软件 这个等一下再来吧 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要去 一个pdf 它的一个配置文件 配置 pdf的转换 软件 这个软件 我们等一下来安装 我们先来敲一下 这个地方是一个pdf kit pdf kit 点上我们的一个config 然后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要去配置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这一个解释器所在的一个位置 就是这一个 就是我们这个 wthtml2pdf 它必须是一个傲进制的一个软件 那么我给他加上这里面的话 我们要去给一个路径 所以这个路径的话 我们需要提前把这一个软件安装一下 就是这一个 我们给他双击一下 注意 双击一下就好了 等待一下 然后等待他安装好 这个软件的话 我会提供给近期老师吧 前面你们加了近期老师的可以 到时候直接去问他要就行了 这个地方 我给他安装一下 这里的话 默认他是安装在我们的一个c盘的 安装在c盘 然后我去复制一下他的一个路径 在我们的一个progress 他的一个 w开头的 就是这个wkhtml2的那个内容 然后是在这一个里面 把它给复制一下 这一步的话 你一定要去做 如果你不做的话 你是转化不了的 然后再去复制一下 上去加c 给他加进来 前面 我们也给他加进来 这个地方也给他加进来 好了 这样的话 我们的一个路径就写好了 对吧 那么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一个config 等于这一个内容 接下来 我们要去进行一个转换了 转换的话 是一个pdfkit pdfkit 点上一个fromfail fromfail 然后我们直接fromfail吧 从本地文件进行转换 或者是从我们的一个html进行转换 也可以 这个地方 我们就从文件吧 从文件 那么我要把这个文件给他读取出的 文件是这一个 那么我来读取一下这个文件 这个地方就是我的一个位置open吧 位置open 打开一个文件 文件是这一个 他复制一下 抗击加1 抗击加c 给他复制一下 这个地方 我们给他加一下 那么第二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模式model等于一个w encoding等于utf钢8 这个地方是 固定的写法吧 然后我们把它asvf f点上一个read 出去所有的一个文件 那么我给个html等于这一个内容 那么我们去转换的时候 就去转换这一个html 啊 第二个的话 我们 我们要去转换这一个文件的一个名字 就是我这个文件给一个什么名字 想一下我这个文件 我暂时随便给好吧 我就给一个一个 example 因为我们暂时没有 详细的去进行转换 所以我们就直接给一个pdf就好了 啊 那么pdf第3个的话 我们给 给 给他的一个配置文件 这个配置文件 我们必须要去给的 啊 就是上面这一个指定去雷里面进行转换这个地方 我们给他复制一下 啊 那么这样的话 他就会直接进行转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给他运行看一下 有没有生成 有生成就完成了 没有生成 我们要去处理 啊 这里提示我是一个读取失败 对吧 这个地方 我看一下 读取失败的话 哦 这个地方是一个read 是一个read 不是一个w 啊w会覆盖鞋子吧 所以这个地方我犯错了 啊 犯错的话 我们就改吧 这个地方 我们给他撤销一下 那么重新再来 重新再来一次 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啊 这个地方 我们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啊 这里面还是报错了 那么我看一下 这里面的话是 把分号s的一个问题 document type这个地方转换 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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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把一个内容给他去掉吧 就我们刚刚那个的话 啊 是那一个感叹号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就直接把这个感叹号 我就啊 不写在这里面了吧 我把这一串字符全部给他复制过来 复制过来 我把他丢到这上面了 这个地方我就不去读取了 我直接放在这里面了 hpm 等于这三行内容 然后给他运行看一下 啊 这个地方的话 看一下他包错了 这个地方的话是一个 没有这一个资源 no such 对啊 看一下是雷哈 上面 上面 啊 这里面的话一个是 一个cell pdf 这个地方说我们这 第二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数据吧 第二个是我们的一个pdf不要呢 第一个是我们的一个文件 第二个是我们的一个文件的名字 这个地方是个文件的一个名字 哎 没有问题 这个地方我看一下 文件 no source 这个地方我换一个吧 这边给个名字 哎 这个地方出错了 等一下我看一下我的一个贝克代码 这个地方的话 比较 看一下我的一个贝克代码 一个第一个是pdfk的 第二个是我们转换的一个html的一个文件 第三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看一下他这里面 一个是input 第二个是output pass 然后第三个是我们的一个options input pass 它是一个输出为pdf文件 这地方没有问题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我的一个贝克代码有没有问题在这里环境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嗯 我的贝克代码没有问题 但是我这里怎么调子有问题了 前面转换的话 我也是这样的一个方法 三个一个是文件的名字 文件的 输入的文件名字 哦 这里是一个输入的内容吧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一个 哦 这个地方我们跟的是一个文件 这个地方我们需要给一个文件 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内容 那么这个地方我给他处理一下吧 这个地方我们处理一下 这个地方我写错了 然后把三个参数给他写一下吧 就是这个from fill from fill的话 我们也可以改成from html吧 这样也可以啊 让我们的一个html 算了 from fill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 填一个文件的一个名字 是这一个一个jump的一个名字 我给这个地方写错了 那么给他复制一下 后面我们给一个点上pdf 这样我们就可以去进行转换了 啊 那么我们运行完之后 我们看一下 这里面是转换成功的 它是加载页面 然后最终完成了 然后在这里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刚刚转换的这一个内容 我们转换的是这一个pdf 啊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里面就出来了 对吧 一个是 广东的一个经销商预算 经销商代码 然后这个code 任何乘测数量 啊 乘测金额在这里面 对吧 这样的话 我们转化为pdf就完成了 啊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把这一个一个的数据进行替换就好了 一个一个数据进行替换 啊 这一点 我们暂时讲在这里面吧 刚刚这个地方讲错了 他三个参数啊 from fill 三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一个文件的名字 就是文件的名字 名字 第二个参数是一个保存文件的名字 第三个是一个文件的配置 就是转换 软件的配置 好了 这就是我们这一个关于这个地方没有问题 敲个1给我看一下嘛 啊 听不懂的懵懵懂的同学敲高2给我看一下嘛 这个地方 啊 这就是我们整个写的一个过程吧 啊 在这里面去写的 然后这里面我们转换一个是文件 还有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内容 接下来我们只要把这里面的一个数据给他替换一下就好了 就是这个code 让lumbo money和我们的一个total 对吧 这几个内容 我们需要把它给替换一下 这个地方啊 只有一个同学听懂了吗 我的天 啊 这个 其他同学呢 是睡着了吗 睡着了 同学醒一醒啊 醒一醒这个地方 啊 我们讲的话还没有结束啊 我们才只讲到三分之二的一个地方 没听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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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同学没听懂吗 你哪个地方没听懂 能告诉我一下吗 就透露一下给我啊 这个绝对是我们之间的一个小秘密啊 绝对不会陷入出去的 就你说一下就好 啊 哪个地方听不懂 我再给你去讲详细的讲一下 听不懂 老师你讲的太快了 这个地方我讲的话 我讲的 我觉得这个速度我还是比较慢的了 这里有我的vip学员诸金 听过vip就知道 知道我讲课的一个速度是有多么的快了 我这个地方讲的话 啊 还是比较慢的 而且写的注释在这个地方 那种比较乱的一个报价单能转化吗 那个转化会比较复杂那种 那种那种你要转换的话 转换你要看报价单他那种规则是怎么样的吧 然后 可能还会涉及到图片的一个处理 你要把图片他那个报价单中 中间的那个价格把它给截取出来 如果是位置固定的话还可以处理 如果格式非常乱的话 处理起来会非常麻烦 这个啊 刚刚敲的同学哪个地方听不懂可以说一下吗 没有的话 那么你还是去拿一下录播吧 到时候 啊 看着录播到 到时候详细再看一下吧 跟着录播到时候详细再念一下这一个 这个地方我们已经转换成功了 那么 我们接下来要去做下一步了 啊 这个地方的话注意一下 就是我们这一个文件就必须从 本地里面去读取对吧 也就是最终我要把这个地方给他读取下去 然后我们看一下上面这一个 啊 上面这一个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把一个内容给他转换一下了 就是上面这个地方我们的一个 啊 code learn number money 的话 我们应该和前面这几个内容 我们需要给他转换一下 这里给他注释一下 就要注释 pdfk的给他取消一下 这个地方我们也不是一个read了 这个地方我们也注释 啊 就是我要把这一些数据给他填到我那一个里面去 对吧 把这些数据给他填到我那里面去 啊 第一个填到code 第二个填到一个read 那么我一一对应给他填一下就好了 那么 我们把这一个东西给他复制一下 就是这一个是一个转换的一个东西 然后我们在转换之前 我应该把改了的内容给他 啊 保存一下 所以我应该在这里面 所以是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的话 我要去进行一个转换 对吧 啊 那么我先把他这些内容给他提取出来吧 这个raw里面 我应该把他的内容给他提取出来 啊 第一个的话 我应该是一个 第一个是一个lan 对吧 那么这里我们也复制一下 第一个是一个code 他的话 它应该是等于我们raw 它的一个第一个元素 第一个元素点上一个value 第一个元素点上一个value 啊 然后还有我们剩下的几个都给他复制一下吧 一个是code 一个是num 还有一个是num num 还有一个是一个total 好了 这几个 我们给他复制一下 啊 那么123455个 那么这个地方是一个123 是 啊 这么5个 我们就把它给弄出来了 然后我要把这5个内容给他替换掉原有的这个code 或者num什么的一个内容 对吧 那么我就一个一个再来替换一下啊 那么替换的话 直接是我们的一个html就好了 html点上一个replace 然后这个地方前面 我们要把它 重新复制给这一个html 才能进行使用 那么我要替换的话 第一个的话是一个lum 对吧 lum的话 我们要给他替换成这一个lum 再给他复制几分 第二个是一个 第一个是一个code吧 code 替换成code 替换成lum 替换成lum 然后再是money替换成money 然后最终的话是我们的一个total替换成total 啊 这个我们就得到了 然后把这一个得到之后 我们把这个页面先给他打印看一下 像像我们替换完之后 这个html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我们再把它给保存到本地 啊 然后再去进行一个转化 这就我们给他打印看一下 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 啊 这个地方的话 他的一个replacehtml replace 需要两个 但是我没有给上内容 是吧 这个地方我看一下 哦 这个地方我们第一行是没有数据的 对 第一行他的一个经销商目标 后面的都是一个lum 结果我们替换的时候出错了 那么我第一行也不需要 好吧 那么我从第二行开始 啊 第二行开始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这里我们每替换一个 他会重新构建一个新的 然后去打印 这里面的话是他的一个lumbo没有数据 对吧 一二三四五 第五个 第五个 这个地方第五个没有数据吗 我看一下 经销商名称 经销商 经销商代码 经销商名称 这个地方应该有问题 这个的话 我看一下在哪一部 上面这一部 对吧 这个lumbo 这个地方出问题了 出问题 我把这个lumbo给他打印看一下 好吧 这个地方我们给他打印一下这个lumbo 啊 广州记名 然后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 这个没有数据 对吧 这个为什么没有数据 一二三四五六 我看一下广州记名 看一下对不对的上 如果对不上的话 会有一些问题 一二三四五 这个五个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地方打印又出现了一个问题 我看一下这个地方 我们给他 交一下注射 这个地方应该是从三开始 广州记名 这一个没有数据 一二三四五 把他五个内容全部给他打印看一下吧 这个lumbo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爆错的话 哦 这个地方必须是一个使用 不能是一个数字 这个地方 啊 数字 那么我们给他转一下就好了 这个地方 我们 想一下 全部给他转成一个制服串 好吧 这个地方 我们给他一个 使用lumbo这个地方出错了 那么后面这一个也会出错 全部给他来一下吧 全部改成 这个地方是一个使用 这个地方是一个使用 啊 这个地方犯了一个错误啊 你这个细小的一个错误都没有发现 确实 看一下后面的会不会报错 后面还是报错了 报错的话 我们继续来吧 继续把它给转换一下啊 我不转换了 这个地方我加一个f 作业 好 那么下面继续来 然后还有个是总数 这样的话就没有问题 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对吧 像下面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广州界面 然后是这一个数字 然后我们再把它给格式化一下 这里我们再来数数 保存一下吧 保存到本地 然后再去进行转换 下面这个保存到本地 然后进行转换 啊 上面的我们也不打印了 然后给他全部给他转换一下 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是一个w 然后f点上一个write 这个html 保存到本地 然后从本地去进行转换 啊 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了 来 再来看一下 运行一下 看一下 现在我们这里是没有其他文件的 啊 没有其他文件 运行一下 123456 这个地方等一下吧 啊 这个地方等一下 如果手动的话 我们肯定是会比这一个更慢一些的 然后这里我们直接给他转换一下就好 稍等一下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吧 这里面就会不断的在生成了 啊 其实只要你代码写好之后 不管你是一个也好 十个也好 百个也好 他的一个效果都是一样的 啊 但我们这里的话需要去转换多个内容 哦 这个名字我也要给他改一下 不然这个名字只有这一个一个章谷的这一个pdf 那么我这个名字我想一下怎么去构成啊 啊 名字的话 我们就给这一个吧 就是他的一个论 然后我们给他一个论 加上一个pdf就好了 就上面这一个论 就是他的一个名字 然后去加上一个pdf 加上pdf 重新再来一遍 刚刚这个名字没有去改 pdf要切换到循环外面去 不能切换到循环外面去 你要转换很多个 你必须放在里面 刚刚的话 我只是没有改名字 所以被覆盖掉了 重复的覆盖掉了 像我们改完名字之后就没有问题了 这个地方啊 就在我们循环里面吧 循环一次他生成一个 循环一次生成一个 总共90多个 对吧 就是说给你手动去弄 没有半天时间 你弄不下来 但我们这里就不一样了 这里面的话 我们直接写好一个代码 然后直接跑一下 大概跑个两三分钟 就直接 全部能跑出来了 而且这一个操作的话 在工作过程中 你可能每一天都要去做 而且工作中的一个数据的话 会远远比这一个更加复杂 如果越复杂的话 那么你节约的一个时间越多 你工作就会越轻松 这个的话是堪称工作的好帮手 就像我们这一个课题所讲的 就是同事 同事他用Pathom将一个cell转换为pdf 对吧 帮助女朋友早早的下班了 而我还在苦逼的坐标 如果你你不会这种技术的话 你只能苦逼的去坐标 像现在 在整个行业吧 整个行业都有很多这种用Pathom去进行自动化办公的 如果你不会的话 不会你做起来会很慢 你就会很累 可能要脚巴加点的去做 但是你会的Pathom的话 你写个脚本就好了 写个脚本让他自己给你去进行刨就行了 让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 就我们写的这一个数据 你们看一下有没有问题这个地方 有同学能看出问题所在吗 这个地方 有没有同学能看出问题 这里有没有问题 这两个地方 就这一个表的话 如果你是直接这样做完之后 直接提交给你 给你领导 估计要被批评死了 你可以看一下 虽然我们这里写的话 大部分内容都没有关系了 这个表格我也做出来了 对吧 但是有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有同学能发现在哪里吗 这个地方 对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这个乘车金额发现没有 这个乘车金额的话 它使用的是一个 会计技术法 它中间会有一个点 但是我们没有 对吧 而且他还精确到两个 两个小数位 但我们这里也没有 那么这一个的话 你想一下 如果你交易上这样的一个表上去 领导 领导肯定乒里巴拉的把你给做一个 对吧 然后让你回去好好的做表 然后你再做一份 结果还是这样的 那么明天叫你滚蛋了 对吧 这种 很正常的 工作 工作 连本职工作都完成不了 那么还要你干嘛 这个我们就再来看一下吧 这个地方我们再来转换一下 要转换的话 就是这两个 对吧 这个 number 我们需要给它转换一下 我们要把它给转换成科学技术法 对吧 科学技术法 那么我们是怎么去做 我们是每隔三位 就最后的话 我们要给它精确到精确到小数位两位 对吧 然后我们还要 取到他 取到精确到他的一个用科学技术法去精确我们前面这几个内容 啊 这个的话会稍微麻烦一点 最好的话是写成一个函数去进行一个处理 就 每隔三位 就是从后面往前面去数 啊 每隔三位 我们就把它给处理一下吧 这一个我们 我们必须是从 后面往前面去加 对吧 啊 从后面往前面去加 这里面的话 我用一个字符串来处理一下吧 这个地方可能会比较的难理解 啊 比较的难理解 然后这里的话 我们首先针对这个字符串 我们先不把它给格式化进去 我们首先把它给处理一下 啊 首先的话 第一件事情要精确到我们的一个 两位小数 两位小数 啊 精确到两位小数比较好简单 就我们直接后面加一个冒号就行了 加个冒号加个点 2 点2 f 啊 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精确到两位小数位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后面也给他精确到两位小数位吧 这个地方 两位小数位 两位小数位 好了 这里也两位小数位 啊 那一个数字的话 总数我们就不需要精确到两位小数位了 然后重新给他运行一下 啊 这一个我们 生成一个就好了吧 不需要所有的了 然后给他 看一下 我们的一个 广东 这个是什么 广东 广州建民 对吧 广州建民 这个地方放进一下 啊 那么这个地方就精确到两位小数了 对吧 商品金额应该也精确到两位小数 那么我们再来一下 再来一下 这个商品金额也精确到两位小数 好了 这个地方我们是精确到两位小数就完成了 那么我第2个再来进行一个 啊 进行一个 会计技术的那个吧 就加我们的一个斗号 啊 那么加斗号这个地方 我们有问题 就我这一个我暂时不来处理啊 就我不直接把他格式化进去 我应该要给他加斗号 对吧 啊 那么我首先来想一下 就我这里得到的这一串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我再来考虑 考虑给他加斗号 就是这样的一串东西 对吧 啊 这样的一串东西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来一下 这里面就是这么一串东西 啊 这么一串东西的话 我要给他加斗号 那么我首先加斗号 我不需要去考虑这一个小数位 对吧 啊 也就是说后面三位我不需要去考虑 我也要去考虑的是什么 应该是从后往前去数 那么数123 那么在这个地方给他加一个斗号 对吧 然后再往前面去数数三位 再给他加一个斗号 对吧 那么我应该是一个这样子的啊 那么这里我们就来 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是一个使用 我们的一个 南部 对吧 就是字符串的一个南部 因为我们最终格式化的时候应该给一个字符串 啊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想一下 我们是不是 先要把这一部分那种全部给他取出来 然后再往他里面去加斗号啊 去进行拼接 那么我这个地方我给他处理一下吧 我就给他的一个header header 我们的一个sture number吧 就前面这一串 啊 这个地方我就讲的是一些基础知识了 就 其实不管怎么样 你肯定是学过的 来着你听课你连字符串 你不可能连字符串都没学吧 不可能连列表都没学吧 不可能连切片都没学吧 我们就是利用这三个基础知识 把这个东西给他实现 啊 那么第一步的话 我们应该是把这一个内容给他处理一下吧 就是把这个零零 啊 零零的话 他可能是零零 也可能是一个小数 对吧 所以绝对不能忽略 啊 我们先把前面这一部分给他拿到 这部分 我们应该是一个sture number 注意点上一个splitter 啊 splitter 因为我们点他 分割一下分割一下 后面的 我们等一下还要把它给还原 啊 那么是一个hider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一个tailtail是我们的一个尾部的一个意思 sture number 那么我们这里就会得到两两个内容 得到两个内容 啊 那么第二个的话 我要我要去把前面后面这一部分 我等一下给他添加进去就好了 然后用逗号把它合并 啊 然后我要去处理一下 这个地方我要给他签分位的 也就是这一个内容 这个签分位的 如果我们去加逗号的话 想一下 我们从后面往前面加的话 从后面往前面加 那么我们也可以啊 这个地方 我们直接直接加的话 我们最好的方式 我们其实 最好是从前往后面去加 因为从前往后的话 我切片的时候 啊 会更加好去处理一点 如果我从后往前的话也可以 这里我们就来切片 从后往前切片 啊 那么我们一片给他切三个 那么这里我们处理一下 首先的话 我们这两个内容不管他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给他的一个 一个不常是一个-3 最终的话 会切出我们的一个head store number 他的一个list 他的一个 这个地方 我们给一个list吧 啊 就给一个list number吧 就是他前面的一个数字列表 数字的一个number 那么我们把这个东西给他打印看一下 这个地方 我们print一下这个list number 那运行一下 下面的 我们先给他注视一下 这里面我们暂时不去替换 啊 而且这里面我先演示一个就行了 因为我们只是一个调试 调试这一个内容 啊 这个地方会报错吗 是我用错的 对吧 这个地方是一个splater 不是一个 trip吗 看一下这个地方 啊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一个splater 打错了 这个地方 还是有同学 VIP同学是吧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个粉色的一个V字 VIP学员 啊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打印出来是 哎 这个地方不对呀 看一下 最下面这个地方breaker 然后这个地方我打印的是这个 怎么不对呀 这个地方 这里面没有内容吗 看一下这个地方 我们重新再来反映一个 print 我们这一个 上面这个 我们也不需要替换 暂时的话是不需要替换的 这个东西 我们给他 原下注射 这个的话 我们打印出来了 对吧 只有一个81 这个81不对劲啊 这个地方 我看一下他的一个 -3 切片的话是一个-3 应该是一整串吧 一整串 我这个地方number的话 叫number怎么只有一个81啊 这个地方 -2f 那么我这个地方我先给一个number吧 单独的一个number 看一下对不对 把这个地方绕进去了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爆错了 看一下 他的一个 spread number split的一个点 那么前面这一个必须要留 我们分割出来的话是这两个 这个地方number的话 为什么只有一个81啊 这个地方不太对劲啊 看一下 光州精明 乘车数量 这个地方是乘车数量81的话 那么是一个比较正常的 我们给一个金额吧 一个金额算了 这个地方我们给个金额 金额的话在人里 金额的话是 第三个 我们给给他改成一个money吧 这个地方我们给他改成一个money 那么下面的不变 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得到的是一个比较 一个长的一个数据了 这个地方 我们还是不对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经销商 重量 看一下 网州界面 他的一个层次精油 我把这个东西先给他打印看一下吧 五个内容 print一个code code 南部 然后还有个money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得到的0123 这个是一个1328 才对啊 这个地方1328 那个 上面的话 我们是一行一行去打印着一个内容 那么下面的话 我们得到的是一个1328 这个地方 1328才没有问题 那么1328的话 我们给他转换成一个.of的一个内容 保留两位小数 这个地方是保留两位数了 这个地方 小数的话 我们等一下再给他格式化一下吧 这样的话 才是一个1328的一个东西 那么这里我们就不 做Splitter吧 我们先把它给转换为一个轻分位的一个技术法吧 啊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 看一下他的一个 内容的话 就是这一个 是叫南部 我们把他逆序给他切片一下 这里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列表 啊 得到一个列表之后的话 我们就要把他给处理一下 他的一个不长为三 这个地方我们切片 这个地方 嗯 只能只能把他给分割一下 每三位内容的话 我们给他读取一个每三位 这个地方我应该用列表推倒式啊 这个地方搞错了 打印一下吧 这个地方 有点忘记怎么处理的 突然是我们的一个show number 然后给他一个空格 然后给他冒冒冒 他一个复权 我先把它转换成一个列表吧 list 这个地方是叫南部 啊 这个地方就算了吧 这个地方就不不debug了吧 这个地方我抠后再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其实这个地方的话思路是这样的 就啊 就我们去找到这一串制服串 然后 然后把这一串制服串 每三个给他合并到一起 每三个合并到一起 啊 然后再把它们去加到一起去 这样的话就能 给他们每三位就给他 啊 去 每三位中间的话 给他去加一个逗号吧 这个地方我们给他 拆分一下就好了 这个地方 好 像这样去进行一个拆分 啊 后面这一个科学技术法的话 我们直接给他加一个0就好了 这一个数字的话 给他加一个这么 啊 货罪 这里我们看一下吧 这个地方是一个列表 1328 南部不行 这个地方再给一个吧 给个money吧 翻成一个money会更好一些 啊 这里的话就是我们这几个对吧 那么我们这一个我们可以重复往前去 取他的一个数据 每隔三个取一个 这里的话 我们就从后面往前面 先把它给逆序一下吧 然后我们再重新把它给逆序一下 啊 那么这一个我先给他逆序一下吧 反过来 这个地方我们就直接 复一 反过来给他逆序一下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 啊 这一个数字被我们颠倒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每隔三个去给家 给他加一个逗号 每隔三个再给他加一个逗号 啊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用一个for我们的一个 下吧 for我们的一个字符 印我们的一个stronlist stronlist啊 然后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给一个 给一个 anlement吧 anlement anlement 啊 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取到他的一个索引 我们可以去打印看一下这个chap 里面的话 一个是他的一个no number 然后再跟上他的一个字符 然后他运行一下 啊 这里我们得到的话 就012 46 246 这个地方肯定不行 我们应该是从1开始的 那么这里我给一个给个i等于一个1 啊 然后我每一次运行完之后i 加等于一个1 最终的话 我去判断一下 如果这一个i是一个3的话 我去 进行字符穿拼接的时候 那么我用一个 啊 用一个chap 给他收集一下吧 下滑线 下滑线 我们判断一下if 啊 他的一个i 取 于 3 等等于0 等等于你 我们再给他去加一个逗号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最终的话 把这个字符穿给他逆序一下就好了 然后给他运行看一下 这样的话 我们最终把这个字符穿给他打印看一下 打印 打印 我们这个字符穿打印过程中 我们应该给他逆序一下 对吧 这样我们才能得到的是一个千分位的一个内容 啊 千分位的一个内容 这样的话算是得到了 像这个地方说 我们这个 83 对吧 啊 这一个的话 因为我一开始想的时候想错了 所以 实现的一个方式弄错了吧 但不管怎么样 最终我们是把这一个给他实现了吧 啊 这个地方千分位实现的话 那么科学技术法要保留两位小数 保留两位小数的话 这个地方会有一点点问题啊 我们只能 只能在一开始的时候把这个小数 求道 然后对他进行一个拼接 所以这里我们来处理一下 啊 我把这一个的话 给他定义成一个方法 好吧 就是我传入一个字符穿进去 然后他最终就会得到一个字符穿给我返回来 啊 那么我只要去调用一下就行了 这个地方 我们就直接DF一个funk吧 然后最终接收的话 是接受我们的一个money吧 money to money 其实是什么都没有关系 最终的话 我只要把这个字符穿给他得到就行了 啊 这里面 我们最终给他return出去 啊 这里的话 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叫做千千分位的一个东西 那么千分位之后 我们再把原来的一个格式给他改一下就好了 这个地方 我们给他改一下 在这里 取消一下多少 那么这个的话 这个地方有问题 啊 这个地方有问题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直接 number 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是一个struck 是叫number 等于 直接等于我们这一个 放到上面来吧 圆圆吗 是叫number 然后直接等于我们这一个funk吧 funk 我们这一个number就好了 啊 这个地方 我们得到的就会是一个千分位的 然后这一个code 的话 我们也要去处理一下这个code 我们也要去处理一下 也等于这一个千分位的一个code 然后这个money的话也code 不需要是千 code 不需要千分位的这个number的话 我们是要为千分位的 num的话不需要 num我们不管他 然后这个 num的话 我们要转换为千分位的 然后这个money需要转换为千分位的 总数的话 我们也要给他转换为千分位的 啊 这样的话 我们 code 是不需要的 或者是不需要 只要后面这三个 然后后面这三个 他还有一个科学技术法 对吧 保留他的一个小数位 但因为我们本身是整数的话 那么我们直接给他加进去就好了 这个地方 我们直接给他进行 字符串的给他拼接一下 好 给他加一个点零零 那我们重新再来运行看一下 把这个给他去的 旧的东西给他去掉 这一个已经被打开了 关一下 下面这个 这个关一下 好 重新给他运行一下 这个地方 我们再来看一下了 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直接去看了 这个地方 这个文件怎么没有被打开 在这里打开了 对吧 我们可以再点开去看一下 随便点一个吧 啊 那么这个的话就没有问题了 它是一个千分位的 然后保留了两位小数 啊 最终这个地方出了一个问题 对吧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最前面这个地方给他加了一个逗号 啊 那么这个逗号的话 我们需要把它给处理一下吧 其实这个处理一下 我想一下 这个处理的话 啊 换一种方式吧 就 就你已经清楚这个地方 可能在最前面会给他加一个逗号 啊 那么你可以去判断一下 如果他前面没有内容的话 就不给他去进行加了 这个地方 啊 就是判断他下一个有没有内容 就是他的一个长度 这个地方我们是 定他的一个element 里面的 这种 对吧 啊 这个地方 我们还需要去判断一下 这个地方 如果他取余3 等等于0 啊 按的我们的一个条件 就是他的一个认 认我们的一个strength list strength list他的一个长度啊 不 不等于那一个 就不等于我们的一个re才行 这个地方 不等于一个re 啊 不等于这一个re才行 这样的话就可以去除我们刚刚的一个多余的了 啊 这个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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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